好 最近消息来看到的是 金华城弊案再增加 两个人遭到了积压禁件 包括了时任 柯文哲晋总的财务长李文宗 跟顶月公司董事长朱雅虎 在凌晨被这个上铐 送上囚车 那么送往了台北刊搜索 详细的情况 我们联系一个记者李维 好的主播 金华城弊案再整两人 遭到收押时任柯文哲 晋总财长李文宗 和时任维京集团顶月公司 董事长朱雅虎 一前一后上铐 被检警带上囚车 送往台北看搜索 27日联政署缤分29路 搜索约谈16人盗案 其中15人移送北检复讯后 6位被告和5名证人 被警方请回 而金华城监察人张志诚 和金华集团法务经理 陈俊元分别以250万元 和150万元交保 至于朱雅虎和李文宗 检方认为两人分别 涉嫌贪污治罪条例 和违背职务收费罪 28日凌晨 两人遭北检 一收费行贿最深压 晚间6点50分 召开李文宗积押亭 接下来晚间8点45分 召开朱雅虎的积押亭 深夜11点多台北地方法院 认定两人贪污最嫌重大 有串政疑虑 才定两人积押近见 29日凌晨12点多 双双被检警带上囚车 提抗告吗 朱雅虎为任律师蔡月伦 对记者提问不发一语 据调查 微经集团主席 沈庆金通过行贿 印小微 四千七百四十万元 找上柯文哲 关缩精华成容积率 从百分之五百六十 增至百分之六百七十二 接着爆出 沈庆金调度额外资金 给子公司 顶月公司董事长 朱雅虎 再直接或展短交付 给柯文哲 进总财务长李文宗 涉嫌执事会计师 作假账 因此月初 从政人转列被告 而李文宗跟朱雅虎 如今也成为金华成案 第六名跟第七名 遭到积压的被告 以上周末消息主播 好 北检追查金华成 弊案出现了重大的突破 包括柯文哲的 大帐房李文宗 以及时任台北市 殡议局长朱雅虎 在昨天深夜 被检方依收贿行贿罪 积压禁件了 好 先来看到检察官认为 这个朱雅虎 他是行贿者 那李文宗呢 则是收贿的白手套 两个人扮演金流的 关键角色 依违背职务行贿罪 这个声压禁件获准了 至于外界现在 也很关注的 是否是会二度传唤 柯文哲的太太陈佩琪 也成为关注的焦点 好 这个金华成案办到现在 目前查出了金流 好 看起来啦 为你整理一下 有两笔 包括了 好 这审计金呢 他是行贿 4740万元 那应小威 他是挪走了 近千万元私用 但目前呢 还有3000多万元 是没有支领的 也没有流入 柯文哲的相关账户 还有就是朱雅虎 跟这个李文宗两个人 昨天被挤压禁件的 最主要的因素 是检方查出了 包括审计金调度另外的金额 那么呢 中间交给了这个李文宗 好 李文宗扮演白手套 好 那李文宗呢 是不是直接或辗转交给了这个朱雅虎 好 不知道 好 但是呢 检方觉得 这笔资金跟柯文哲 随声谍记载的 所谓2022 11月1号 小省 1500审计金 有高度的关联性 所以 昨天这两位 朱雅虎跟李文宗 才会被 积压禁件 好 但是外界也很好奇的 那 这个检方是如何掌握 关键性的破口 是审计金 转列污点证人吗 还是 有其他金流也被锁定呢 好 但是对此呢 检方是三间其口的 好 那案子呢 这个 同时哦 刚刚这个 直接招付给这个 呃 朱雅 好 李文宗的部分呢 则是因为他怀疑啦 他这个行贿之后 既由申报不实政治现金 所以呢 把这个钱再洗回去给柯文哲啦 意思是这样 所以他们两个人才会被这个积压禁件啦 那那个游淑慧他表秀 这一回的约谈呢 这个 呃 微金的员工有个共同疑点 都恰好在2022年3月下旬 非选举疫情期间 好 7个人集中在3天之内 团捐给民众党各30万元呢 而且就这么刚好 时机点呢 其实刚好是第一次变当会 好 还有包括了市长市交办成情案之后 全案是越连越近了 好 那个 那同时 优淑慧还点出哦 包括这个李文宗 身为柯文哲政治现金大帐房 被以收贿罪收押禁件 显示金流去向 除了刘向明代以外 可能有新发现 好那这位之前曾经被这个林周明前局长指控仗着柯文哲 敢出手瞧大巨蛋的这个暗黑者 原来在金华城案里头也有角色 是大帐房吗 白手套吗 还是他自己胆大妄为呢 好 林彦凤也点出了 他说包括李文宗被收押 可能代表柯文哲金流出现破口 好 李文宗掌管着木口公司 柯文哲的基金会 更是柯文哲进总的财务长 柯文哲的金流跟这个李文宗 感觉就是脱不了关系 检调应该要查清楚 好那联合新网评论了 包括了这个北检计划 在两个月这个压棋之内 要贞结起诉柯文哲 那检方呢 是策反特定人事之后 似乎出现曙光 出现了所谓的重大突破 那检方呢 必须要找出柯文哲收贿的铁证 否则未来 如果仅仅以图利罪来起诉 难以对社会大众来交代了 好那这蔡委员呢 他也表示 他说北检要找出柯文哲收贿的证据 如果没有的话 就是最直接证据 钱有流入柯文哲账户之类的 好这蔡委员他说 他们呢 如果找不到的话 就是正在做一件 对民众党 赖清德 以及北检本身 都会有伤害的事情 民意的反弹 跟反扑 是非常难以预测的 好我们刚才他特别看到了 虽然检方说 他们认为 这笔资金 跟柯文哲随声碟里头 记载的这个所谓的 1500小省 省庆金有高度的关联 但是到底有没有找到 直接证据 证明 好柯文哲 他有收钱 钱有流入柯文哲里头呢 好目前看起来 还是没有找到最直接 最直接 让他一枪毙命的证据 那现在呢 精华成案 大家都觉得说 他是不是出现了新进展 出现了大突破 包括了这李文宗 还有这个 朱雅虎 两个人昨天晚 今天都被这个 深压禁见了 然后直接搭上球车 送到了这个台北看守所里头 那游淑慧 他有一些分析 他说包括了过往追查金流 只查到威京集团 跟议员的连结 现在可能查到的 是官员之间的连结 我们一起来听 游淑慧的说法 李文宗被列为被告 之前可能是政治献金案 然后现在可能是金华城案 所以案件可能是不同的 第二个 这个涉嫌的案名 也可能是罪名 可能是不同的 今天上次我看到媒体报导 是比较惊人的 他是以收贿罪被生压 那收贿罪被生压的话 显然就跟这个政治献金 或木可是没有关的 应该跟金华城案有关 跟金华城案有关的话 那就代表说金流的方向 又被多找到一个去处了 之前我们看到的是说 从威京这边 业者这边流出的庞大金流 只有一个去处 就是明代的那一个部分 可是只会留到明代吗 那市政府的这个部分的金流 难道官员都是免费办到好吗 都是佛星来的吗 昨天新增加的一些被告里面 大概有七八位 七位左右 都是属于威京集团旗下的 一些员工 结果这些员工都被发现 在一百零九年的三月二十四 二十五二十六这三天 密集性的捐了政治献金的上限 每个人都是三十万捐到民众党去 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因为第一个那是非选举期间 第二个那是疫情期间 为什么威京集团旗下的员工 会突然而然 集体的团捐到民众党去 这个时机点又刚好跟柯文哲 跟应小微的第一次便当会 三月十号 以及正式把金华城的诉求 交办下去三月十七号 的时间点是非常接近的 就是再隔一个礼拜 所以这三者的关系 到底是不是金流 然后会面交办 是不是有关系 我想警方 北检也会做一定的厘清 如果说有一定的关系 那这又是另外一条 属于金流的关键线索 好 随着这个李文中跟朱雅虎 两个人也最新被羁押禁见了 目前在金华城 案当中 好 案情是急转直下 累计总共有七个人 被羁押禁见 好 包括了这个 应小微 沈沁金 应小微的助理 前台北市的副市长彭震生 前台北市长柯文哲 好 再加上最新的李文中 跟朱雅虎 所以目前看起来这个金华城案 累计有七个人被升押禁见 那这个美丽岛电子报的最新民调 也指出了 有高达54.3%的民众认为 贺文哲他即将要坐牢 不信任度也标破了六成 民众党的秘书长周虞修他表示 相关数据都有掌握 但是民众党现在空前团结 针对党未来的走向 周虞修强调了 从年初开始就进行 不是因为遇到司法案件才讨论 民众党座谈会号召支持者反对执政党权威 但这样的政治语言 恐怕也只能巩固铁草 根据美丽岛电子报民调 柯文哲的信任度仅剩百分之二十三点五 不信任度高达百分之六十六点九 更超过五成民众认为柯文哲 将在赖清德任内吃劳饭 民众党整体好感度也只剩下百分之二十五点六 反感度六十点三 再加上连柯文哲的亲信 靖总财务长李文宗都涉贪 恐怕与金华城不法金流脱离不了关系 民众党也将面临生死存亡之际 对相关的数字 基本上我们都有掌握 那当成重要的参考 不过台湾民众党工作上党务的工作 是一切如常一切正常 那事实上对于党的走向 倒不是因为遇到司法案件 才开始讨论 仅存还有表现跟话题的 立法院党团未来也不好过 新北市议员陈世宣透露 接下来民进党各地议员将采取 地方包围中央战略 操作退回总预算舆论 强逼首长表态 民进党现在是否用地方来包围中央 在地方议会他就开始盘点 所有相关可能需要中央补助的费用 然后逼着地方首长来表态 在与党立委在做的事情 是否是为了全民的福祉 我想人民应该都看得很清楚 检调掌握关键证据 可能已经准备着手结案 民众党也不会言 认为柯文哲必遭起诉 塑造政治迫害氛围 但若真的起诉 还肯力挺的支持者 还剩多少 记者林俊峰 蔡平方台北厂长报道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力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你不可能会遮住 什么事 我会有充满一的 你不可能会遮住 你不可能会遮住